2002年11月4日 菲律宾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 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开启了和平友好 共同开发友好磋商的南海合作新模式 宣言承诺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 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 礁 滩 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 采取居住的行动 然而2024年4月17日以来 菲律宾最新最大的海警船9701号 在仙兵礁滞留已有五个月 飞方声称该船的停留 是为了确保能够阻止中国在仙兵礁 成功进行填海报道 但他们并没有监测到中国的船只 在这一海域的行动 中方对此进行批驳 飞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造谣 显然菲律宾的这一举动严重违背了 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做出的郑重承诺 不过是其为了侵占南海岛礁 而撒下的弥天大火 最新的消息指出 菲律宾将在太前更多的船只 到仙兵礁联合抛锚 升级其在仙兵礁的半永久性浮动平台规模 建成一个半地面前沿部署基地 进一步加强对仙兵礁的控制 如果菲律宾的举动坐实 则违背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 也公然践踏缔约国多年 对南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 南海这条黄金水道 或将因为菲律宾的谎言 而面临更大的动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